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为您播出的有三十刻度工作室制作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623集 林宇顿时怒从心起 手下再也没有丝毫留情了 在其中一只狼凌空冲过来的时候一拳砸在狼肚子上 只听那头狼惨叫一声 接着身子一下摔到了旁边地上 翻了几滚这才爬起来 不过林宇这一拳似乎并没有吓到这些凶残成性的恶狼 反而激发了他们的野性 几头狼立马团团围住了林宇 不过没有急着进攻 爪子不停地在地上滑拉着 兜着圈子刺在外面的森白牙齿 口水直流 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林宇 似乎在寻找着最佳的进攻时间和角度 开门啊开门啊 聪了吗 寒冰是一直用力地砸着玻璃门 但是里面仍旧是静悄悄的 不管刚才进去的张义亭 还是张义堂 还有那个保姆都没出来 你不用瞧了 他们不会出来的 林宇说话的时候回头望了寒冰一眼 几头狼眼前一亮瞅准了机会 身子猛地一弓 双脚用力一蹬 从不同的角度朝林宇扑了过来 相比较人类 这种野兽的速度更快 爆发力更足 但是对于林宇而言 他们的速度还是十分缓慢 甚至连会悬术的舞者都不如 见他们扑过来 林宇身子十分灵巧的一侧 躲开其中两头狼的攻击 紧接着一掌砍到一头狼的后背上 一脚踢向了另外一只狼的下巴 同时再一次俯身 躲过了最后一头狼的攻击 击中的两头狼在地上翻了几番 嗷嗷惨叫两声 不过神情也变得越发凶残 可能他们也意识到林宇比较难对付 其中的两头狼看了一眼客厅门外 惊慌失措的寒冰 紧接着立马回身朝他狂奔过去 林宇见状面色一临 身子骤然间掠过去 闪电一般的抢先那两头狼 冲到寒冰面前 接着一脚踹向后重的钢化玻璃门 只听砰的一声闷响 后重的钢化玻璃门立马碎成了珠网状 整个门被巨大的力道冲击地飞进屋里 重重地砸在里面的家具上 林宇立马拽着寒冰从门洞里钻进去 两头狼顿时扑空了 不过他们不依不饶也紧跟着从门洞钻了进来 后面三头狼也是低吼一声跟着冲进来 五头狼进来之后立马跃上了沙发或者茶几分前后 从不同角度朝林宇扑过来 你往后退 林宇面色一寒 调情无比的争吟 他显然已经动了杀气 他不是在生这几头狼的气 而是在生张家这俩兄弟的气 所以这次他再也没有手下留情 身子猛然一侧 躲过了一条狼的攻击 同时他凌空一抓 一把抓住这条狼的尾巴 狠狠地一轮重重地砸在另外一头狼的身上 两头狼同时发出了一声凄惨的叫声 接着齐齐摔倒在地上 林宇手下没停 从上而下一脚踢中前面的茶几桌面 茶几上水果栏里的水果刀 被这道力道震得陡然间飞了起来 林宇身子往前一凑 一把抓起了水果刀 同时闪电般地狠狠朝侧面扑过来的狼颈上 连刺两下 这头狼在空中划过一条抛物线 接着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 抽出两下没了声息 同时阴红的热血也瞬间溅落一地 另外两头狼趁机再次一左一右袭来 林宇头都没有侧 握着刀的手猛地一扬 一刀戳在左侧那狼的脖子下面的喉咙上 紧接着刀子立马扒出来 身子一滴水果刀凌空一桶一拉正中右侧扑来的狼腹部 只听此拉一声皮肉被割裂的声音 那头狼五脏六腑和鲜血陡然间哗啦一声地落了一地 血腥无比 身子摔在地上再也无法动弹 俨然已经弃绝了 眨眼间三头狼已经尽数被林宇杀了 先前相撞的那两头狼闻到血腥味道更加凶猛 再次朝着林宇袭来 林宇直接一甩手中刀子 刀子正中其中一只狼的胸口 那只狼身子猛然一颤一头摔倒在地上 蹬了两下腿一翻白眼 另外一只狼已经被林宇掐着脖子顺势一拧 砰的一声将他后背重重地砸在地上 住手 此时楼梯口突然传来了一声惊呼 只见几个人影顿时从楼梯上飞奔而下 林宇抬眼一看 正是张一红张一婷张一堂三兄弟 张一红跑在最前面 脸色惨淡无比 又惊又恐 眼神死死地盯着林宇手中的狼 似乎对这头狼十分在乎 林宇抬头望着他 眼神病冷 手下没有丝毫留情 陡然间加力一拧 咔嚓一声 他手中的狼硬生生地 被他扭断了脖子 张一红身子一颤 差点一个猎切扑倒在地上 看到眼前那可谓恐怖的景象 面色惨白无比 满脸的悲痛 这几条狼 那可是他的心肝宝贝呀 都是他自小一口一口味大的 而为了训练他们的野性 他每周都要在院子里放一些鸡和小猪之类 让他们来捕食 没想到他这么多年的心血 在这几分钟之内就被林宇尽数捕杀干净了 林宇看到他这样子心头冷笑 眯了眯眼睛 随后站起身来笑着说道 不好意思啊 张大少 你的院子里突然冲出几条恶狼来 我怕他误伤到你们 所以就替你一一把他们解决了 他们根本不是跑 张一红心疼的话都说不理所 啊 张大少 难道说这几头狼是你养的呀 林宇故意装出了一副惊讶的样子 不是吧 你自己养不拴好他 让他们故意跑出来伤人啊 张一红 你什么意思 这么说我刚才敲半天门 你是故意不开的 你就让这几头狼咬死我们是吧 韩冰顿时勃然大怒 立声说道 如果真的这样 那我军情处今天必须讨要个说法 他瞪着赤红的眼睛 显然是真的动怒了 刚才那几头狼确实给他吓坏了 如果不是林宇在 后果那还不知道会如何呢 韩尚笑别生气啊 怎么可能呢 这几条狼的确是从外边跑进来的 离着我大哥住处不远处 就有一家野生动物园 刚才我们在屋里商量事情 确实没有听到你们的敲门声 差点才让这几头野狼伤了二位 还请恕罪 张一婷见局势不太对 立马站出来冲韩冰陪礼解释一句 接着冲林宇感激道 何少校 多谢你帮我们除掉这几头恶狼 不得不说 何少校真是好身手啊 过奖了 不过我不小心把张大少的房子给弄乱了 不知道张大少会不会见怪啊 林宇笑眯眯地望着张一红问道 哎 哪里会呢 这点小事算什么 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是吧 大哥 张一婷转头望着张一红问道 张一红看到紫区那狼的惨状 心如刀割一般 不过见堂弟一直在跟自己使眼色 立马用力地点点头认痛说道 对 多谢何少校 张大少客气了 林宇笑着冲她白白手 她的心里无比畅快 她就喜欢看张一红这种吃了亏 还要乖乖地感激自己的样子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